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 预计未来每年会有400万老挝人 和来自周边国家的1000万游客 使用中老铁路 中老铁路正在成为 区域旅游发展的大动脉 老挝的地标景点 朗博拉邦就在中老铁路沿线上 我们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跟着大家一起 我们现在是抵达了 老挝最著名的古城朗博拉邦 根据当地旅游局的统计 在2022年的前十个月 通过中老铁路 来到朗博拉邦的游客 达到了33万5000人 占所有游客的85% 可以看出来大家 对坐火车旅行有多喜爱了 朗博拉邦位于老挝中北部 距今已有660多年的历史 早在1995年 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城市 我现在是在朗博拉邦 非常著名的景点光西瀑布 那么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 大部分的游客 都要从老挝的首都万象开车过来 行程大概是七八个小时 而且途中有非常多的山路 那么在铁路开通之后 最快的一般火车 只要两个小时就到了 中老铁路的出现 让老挝主要城市之间的旅行时间 大幅缩短 三个半小时就能从始发站万象 抵达中老边境 城际间人员交流和旅行 日益频繁 这也推动了当地配套设施的升级 此外 中老铁路开通以后 朗博拉邦火车站周围 聚集了很多商户 巴士车 出租车等 都在忙碌的运送旅客 以火车站为中心的商区 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 这就是发生于运送旅行 发生于运送旅行 运送旅行 发生于运送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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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的电话 发生于运送旅行 来发生于运送旅行 这就是 感谢观看